510部分,这题目相对的就会比较理论的 比较感觉好像题目会比较困难一些 因为他这边提到说这一题题目叫废势数列 而且你如果用Google的话 假设你Google一下废势数列 你会发现,哇,废势数列其实会有个维基百科耶 那他的翻译名称很多啦 有的叫废势数列,有的叫什么 菲波纳气数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这个维基百科里面也有讲的 讲的蛮详细的 那只是说呢 这个里面呢,当然我们考试不是说要你一定要看懂 这里面所有东西你才能去考 基本上啊,考试里面我基本上是先讲最重要的啦 那其实这个,他 这个部分的话呢 里面的概念基本上就是有点像 你可以想象成那个兔子 那个兔子部分的话 这个 他的意思说 刚开始第一队的时候 你把它买来,他一个月之后 他还不能生小宝宝 然后呢,等到什么 第二个月之后呢 他才可以再生鱼 所以会变,本来没有 就买了0,1,然后变3,5,一直往下去产生 那这个当然呢,他可以预估说 比如说几个月之后呢 你的农场里面 会有多少只兔子 那这个是理论上哦 也就没有考虑说 中间会不会有 那个兔子生病啊 或者是说死亡 或者说他多生 双胞胎等等 他都不考虑 反正就是按照这样的 这个 繁衍 他最后呢 比如说你预估说 你这个农场 假设你要有 100对 这个兔子的话 那要多少时间 那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推论 OK 所以我觉得他 基本上理论上是 还蛮不错的 那只是说呢 这一题啦 我们当然不是要 讲那么复杂的东西 其实回推回来 这一题到底要考什么 OK 比较重要啦 那当然他说废势数列 不过 跟各位讲一下 理论上 他底下有告诉我们说 这个公式里面 基本上呢 他的值 其实我们直接来看 底下的那个输出结果 会比较好理解 怎么说呢 其实各位呢 如果推敲下来看 他其实就是这样 假设输入10 意思你会发现 他的开头一定从0 第一个数字 从0开始 然后后面的话是1 那后面再来的话 还是1 有点像是 你刚开始没有兔子 然后一个月之后 你买了一对兔子 那一对兔子 在一个月之后 他还不能生育 可是在一个月之后 他又生了一对兔子 所以变两对兔子 那这两对兔子呢 也许 生的那个兔子 第一个月还不能生育 两个月之后 又可以生育 所以他一直反应 一直反应 不过 重点就是说 我们如何产生这个 叫做所谓的Face速裂 那其实有个重点 你会发现 他前面0跟1是固定的 那后面的话你会发现 后面的这个数字 等于前两个数字的合 也是把前面两个数字相加 就是后面的 所以你会发现 0跟1加起来也是1 1跟1相加等于2 然后前两个 1跟2相加等于3 那这个5怎么来的 前面两个相加 就是后面这一个 所以呢 底下都一样 也是把这两个数 假设啦 后面你可以推 这两个相加就是这个数字 那前面这两个相加就是这个数字 那我们只要怎么样 把它加完之后的结果 再用串列的方式 把它串在一起 那串的过程当中 中间呢 他有规定一定要是空白 所以哦 如果你可以满足 像我刚刚讲的这个方式 你先不要去想说 什么叫Face速裂 那你之后有时间 也许你再去看 我们回到这个题目好了 主要题目是希望 考你怎么样 如果你今天希望输入10 假设你输入10 那10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范围 所以这一题理论上 一定是用4回圈来写 会比较恰当 那只是说4回圈呢 我怎么样 去让它去跑出 最后输出的结果 刚好就是 10个正整数 而且10个正整数 中间一定是空白 前面两个一定是0跟1 然后每个后面 就是0跟1后面的数字 基本上它这个后面的数字 就是前两个数字的加总 就是两个数字的合 所以每个每个把它加在一起 最后的话 就会产生假设输入10 就会刚好得到10个正整数 OK 那这个地方 假如我们要想一个程式逻辑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做 比较简单 OK 比较简单 所以首先的话 当然一样 我们把刚刚这一题 先把它开一个新的好了 刚刚这一题我把它存档一下好了 一样 所以 一样今天你们做的练习 一样就是把它再上传到云端 当成作业缴交 我讲过了 就是说最后还是需要交个作业 表示说你是完成的 那开一个新的文件 那当然首先我们先不用考虑那个方弦部分 首先的话呢 当然我们要考虑什么 如何让它输入一个 输入一个 这个数字 一个正整数 OK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可以 输入什么 输入一个a也可以 或者输入 假设输入一个number 好了 数量等于的话 等于input 然后呢 刮虎一下 稍微放大一下 打错了 input 那一样 因为呢 它一定是正整数 所以是int 假设输入10 好了 那我要怎么样 刚好 可以让它跑出 我刚刚讲的这个逻辑结果 所以基本上 你假设整理一下 前两个数字一定是固定的 只有从第三 再到第10 3到10是要产生 把它串到后面 所以基本上 我这边我就想到一个方法 我的回圈范围 我就不要从1跟2开始 我从3开始 所以基本上 我的回圈范围是for i in range 然后刮虎的话 从3开始 到哪一个呢 到这个number 这个数字为止 所以加1 因为它stop stop 为止 然后冒号 之后的话 做什么 这里面的话 基本上 我刚刚有提到 我看到呢 0跟1是固定的 所以呢 我们就 再来怎么样呢 产生两个数字好了 这两个数字 分别是放什么 放0跟1 就好了 所以我想到说 我第一个 产生一个变数 叫n1 n1里面放的是0 然后n2里面放的是1 那n1跟n2 基本上呢 这两个变数呢 将来会改变 改变成什么 比如说你刚开始是0跟1 可是呢 如果你再换下一个的话 就变成1跟1 再换下一个 变成1跟2 然后我只要把n1跟n2加起来之后 那我就知道后面这个数字多少了 那再来我做什么呢 我再来就是把它串在一起就可以了 因为 这个地方的话 输出 它是把它当文字看待 所以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这边串在一起之后做输出 可是要怎么刚好串 会是最恰当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可以先 因为预设值0跟1都固定了 所以呢 我们可以在这上面 增加一个变数 叫S好了 S什么呢 S等于什么 等于 先把0跟1先串在一起 所以理论上 我看干脆这样 我们先在这边的话 怎么做会比较简单呢 把这个 这个先放上面 因为如果放里面的话 再来串 好像不如放在外面来的简单 所以我们也许先放在这边好了 把这个n1跟n2 先预设值 然后呢 我第一步因为两个预设嘛 所以我就把它们两个先串 串在一起 那串的话 记得要转型 因为它们两个是整数嘛 所以n1 然后串的话呢 中间一定要一个空白 所以在这个中间呢 我就加一个空白 再串什么 再串n2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的话 n1跟n2 就被串在一起 那这边改成2 那所以呢 s里面放什么 s里面呢 它就放这样子 0,1 0 空一格 1 ok 那再来的话呢 后面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是 再把它全部串在后面去 所以再来的话 范围 从第三开始 所以底下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 怎么写 会比较ok呢 再来的话 我们产生3 3怎么来的呢 那就是把 n 这个1跟2里面的结果 把它丢过来 所以这也许啊 请各位先思考看看 怎么写会比较恰当 我已经写0跟1了 后面部分的话 把它接着写 如果输入10 怎么样可以做出这样的结果 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当然我讲过 也许你有更简单的写法 更的想法 也许你可以试试看